2019广州车展探馆别克昂科威亮相,前脸采用最新设计。 一车广州报道一车前方探馆团队在广州车展现场,发现了别克昂科威中期改款车型。 新车外观采用最新的别克家族化设计,整体的视觉效果更具精致感。 新车将于今晚的别克SUV家族之夜正式亮相并上市功不受奖。 新款昂科威前脸部分的改动可谓是翻天覆地,彻底摆脱此前老太龙中的形象。 如今新车运用了家族最新的飞翼式中网设计,内部造型由之前的织布式隔山改为了点阵式,给人的感觉更加精致。 车灯内部的结构也有变化,如今是折角状LED日间行车灯搭配颗粒状LED灯图设计。 车尾的改变,最引人注目的部位就是加入了贯穿式银色装饰条, 将两侧尾灯与车标连为异线,可以使尾部的视觉效果更加舒展。 动力方面,预计新车仍然会推出两种动力版本,分别为1.5T4缸发动机和2.0T4缸发动机, 传动匹配7DCT9AT,但具体参数目前暂无更多消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